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王耀武 宋西连等人 从1959年起 人民政府开始对部分战犯进行特赦 直到1966年 总共特赦了6批战犯 后来由于爆发了文革 对战犯的特赦也因此停止了 1974年12月 毛主席在长沙想到了这件事 于是便写道 还有一批战犯 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 还有一批战犯 李宗盛 最后一批战犯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